港股走势疲弱,恒指早段高开于100点,但始终高位压力大,一度倒跌于300点。虽然美市跌幅收窄,但26800点关口最终失手。 5月份大市急转值下,短短四个星期,将年初首四个月的升幅交回三分之二。形势确实不妙,最令人忧虑的,是此刻的经济状况及基本因素。较去年恒指处于27000点水平之时。 转外了很多,负面因素的发酵愈来愈严重,此等因素未有如市场在首季的预期出现改善的状况。 简单地说,就是第一季之星浪,确实是炒错方向,中美贸易谈判破裂,双方都来见枉,短期难望有和解的可能,事件要平息,一定要两国经济及金融市场出现崩溃式的冲击。 然后才可以有下台阶,让双方有再埋台讨价还价的余地。 今次的中美贸易战,贸易只是冠冕堂皇的藉口,背后的动机,当然是锦制中国的经济及科技发展。 基于以上的假设,不者相信在重大议题上,中国方面一定是半步也不能让。 故此,港股在短期内确实难有遐想,技术走势上,行指以下破250天线超过三周。 而且距离愈来愈远,要返回其上,也不是短期可以做到。 至此,大家应该明白,不者一直认为不用心急买货的建议,始终是正确的。 感谢您的股协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